同学们大家好 通过前面课程的学习呢 我们已经了解了从ES2015到ES2020 每一个ES新版本所产生的新特性是如何使用的 我们已经学习完了 并且呢我们讲解了如何在View这个框架里面 通过ES的新特性实现一些常用的功能 那这节课呢我们来学习如何通过WivePack去构建我们的环境 为什么要学习如何通过WivePack去构建环境呢 大家看一张图 这个图呢是前面的课程当中我们给大家讲过的一张图 因为我们说过其实ES这些新的版本特性啊 它是不能够直接的被流氧器所识别的 但是ES5这个版本 它的语法呢是能够被流氧器所直接识别的 所以说我们这些ES的新特性 想要很好在流氧器上直接能够运行的话 我们需要通过一个工具 把这些新特性转化成ES5的语法 然后呢再把ES5的语法放在流氧器里面运行 这样不就可以了吧 所以我们需要通过Bible这个工具 去把我们的ES的新语法 转化成流氧器能够识别的ES5的语法 然后Bible的配置其实是基于WivePack 这个构建工具进行配置的 我们本门课程呢也给大家提供了一个开箱即用的 这样一个完整的ES配置的环境 这个环境到底是如何配置的 就是这一张呢我们需要去学习的内容 那既然我们要学习在WivePack里面配置Bible 这样一个转化的环境 那么我们首先应该去了解一下 到底什么是WivePack WivePack的作用又是什么样子呢 大家看这张图 其实现在对于前章来说主流的框架 包括像Vue, React, Angular 其实他们都是与WivePack去共同使用的 所以说不管我们在开发的时候 采用哪一种学习的路线 或者说学习的路径 那么我们都不得不去了解WivePack构建工具 到底什么是WivePack 其实大家看这张图 WivePack的官方解释呢 叫做模块的打包机 那什么叫模块打包机呢 大家想一想 比如说左边其实有很多文件 但是有些文件是不能被浏览器所直接识别的 比方说我们本门课程 讲的ES的语法 它的扩展名是不是也都是一点GS结尾的 这些ES的新特性不能够被浏览器直接识别 所以说我们需要通过WivePack 把它转化成浏览器能够直接识别的文件或者代码 比如说我们前面在上一章 我们讲的View的实在项目当中 文件都是以.vue结尾的 那大家想一想 .vue结尾的文件 浏览器能够直接认识吗 很显然浏览器不认识 那为什么我们的项目 还能在浏览器里面 很好的运行呢 其实我们的ViewCli这个交手架 也是基于WivePack这样的构建工具去构建的 通过WivePack可以把.vue结尾的文件 转化成浏览器能够识别的文件 这样的话在浏览器里面就能够正常的运行了 比如说.s 它其实是指的是CSS的预处理 常用的CSS预处理方式 比如说像SaaS S或Stylus都很常见 其实它们里面对于CSS来说 也可以定义一些变量 或者是函数等等 可以让我们更方便的 更快速的开发一些CSS的功能 这些CSS预处理的 它的文件的扩展名 也是浏览器所不能够被直接识别的 所以也需要通过WivePack 把它打包成浏览器能够识别的 我们再举个例子 tsTypeScript 现在用的很多对不对 ts可以对于我们的GS代码 进行严格的卫星检查 但是ts其实是一点 ts级别的文件 这种文件 浏览器也不能够被直接识别 所以说也需要通过WivePack 把它打包成 浏览器能够识别的.gs文件 再在浏览器上面去运行 通过刚才我讲的那几个 应用场景和例子 大家应该能够对WivePack上 有一个大概的了解 它相当于是个打包机 什么打包机 把浏览器不认识的文件 转化成能够被浏览器 识别的文件 这个其实就是它的主要作用 当然WivePack的强大支数 不仅在于此 比如说它还可以对我们文件 要打包上线以后 对于文件进行一些 亚瑟沃合并 或者一些混淆 缓存等等 通过WivePack 都可以很好地完成 并且我们还需要 理解两个概念 叫做开发环境和生产环境 什么开发环境 比如说我们学的.voe文件 ES新特性 或者说这种.ms CSV处理的文件 它们这些文件 是不是都是在我们开发的时候 要使用的文件 因为这些文件 在我们开发的时候 对于我们的开发 是可以提高很多效率 或者说很方便地 开发我们的项目 但是这些文件 并不能被浏览器 所直接识别 那当我们项目 真正到上线的时候 它是不是要从开发环境 打包编译成对应的一个生产环境 生产环境 这就是我们上线以后的那个环境 所以说 其实WivePack 是不是把我们的项目 从我们的开发环境 打包编译成一个生产环境 这样一个过程 这个是我们一定要理解的 那我们了解WivePack的一个作用之后 接下来我们一起学习一下 WivePack当中的一些核心概念 首先第一个叫做入口 叫做安全 什么叫入口呢 它其实指的就是WivePack 应该使用哪个模块 大家注意 在WivePack里面 每一个部分我们都叫做模块 因为它叫做模块打包机 我们都认为 每个部分都是一个模块 然后它相当于是一个入口 我们通过这个入口 就能找出哪些模块 或者是哪些库 是这种入口起点的一个依赖 大家看这个配角 其实在WivePack里面有个核心的配置文件 叫做WivePack.config.js 这个文件一会儿我们也回去配置 然后在这个文件里面 我们看一下这个代码 module.export指的是导出的意思 导出一个对象 对象里面有个属性叫做安全 它其实指的是我们当前的一个入口 然后这根路径 指的是我们当前入口文件的一个相对路径 当然这根路径也要根据大家实际项目当中 文件的一个地址 去写我们的相对路径 我只是演示出这样一个例子 一会儿在项目里面 我们也会来解释 如何找到我们当前入口文件的一个相对路径 这是WivePack核心概念的第一个 叫做入口 我们叫做安全 我们看第二个核心概念 叫做出口 output 有入有出 对吧 入口是不是就是进 而出口是不是就是出 所以说output的属性 告诉的我们 其实是我们的WivePack 打包编译之后 要输出的文件输出到什么地方去 这个输出的地方 其实我们就通过output这个属性去配置 output也是跟安全并列的这样一个属性 它指向的是一个对象 然后呢 pass 其实pass result 这个语法其实指的是一个node的语法 因为我们看requare 其实我们前面讲过前端的模块化开发 然后呢 在模块内节呢 我们介绍过 在node当中有一个叫做commonGIS的规范 其实requare的作用 node里面具体就是一个模块的 叫做pass 这个pass呢 是node的一个模块 然后把它生命成一个名字 叫做pass 通过pass result 这是两个下方线 dr相当于取到当前的一个物件 它相当于是出口 输出了一个叫做this的文件夹 然后呢 fail name指的是出口文件的名称 这是文件夹的名称 这个名称呢 也是我们可以去自定义的 如果我们不定义的话 默认输出的文件夹 就是在this的文件夹 一个叫做dist的文件夹 会在这个文件夹里面呢 有一个文件叫做main.js main.js的文件 这是它的默认的名称 和默认的文件夹 这是Wipack核心的第二个 很重要的概念 叫做出口 我们再看Wipack下一个核心概念 叫做loader 因为Wipack呢 其实它只能够理解 js的文件 或者是json的文件 但是呢 loader可以让我们的Wipack 能够处理更多的 其他类型的文件 并且呢 将这些文件 转化成有效的 这样的模块 一共以我们的项目去使用 比如说 大家看我这个截图当中 output 是不是输出这么一个文件 然后呢 loader其实是在module里面 去配置的 然后roars它指的是什么 指的是不是我们的一个规则 test指的是我们这边 可以通过正则表达式 去配置一个规则 我们看这个规则 两个斜杆 是不是正则表达式 然后呢 点前面这个反斜杆 指的是对于点的一个转意 txt 每月符号 指的是不是一点 txt 这样结尾的文件 然后呢 use 使用的意思嘛 使用一个叫roll order 这个意思就是说 如果在项目当中 我们遇到一点txt 结尾的 或者叫这样 扩展平的文件 那么 它呢 就通过这样一个roll order 去加载 我们这样一个文件 对文件里面的一些内容呢 进行相应的处理 其实我们一会儿啊 在配置bible的时候 大家想一想 我们bible 是不是就针对 ges接下来的文件 去进行处理的 然后呢 bible有个loader 叫做bibleloader 其实就是做这个用的 一会儿呢 我们在项目当中 也会演示 所以说 其实loader的作用 是能够让我们的 wipike的功能 更加的强大 还比如说 在项目当中 可能我们需要 对于图片资源 进行处理 比如说 如果图片资源比较小 那么我们其实就可以 把它转化成 被4U4格式的 这种方式 那如果图片比较大呢 比如说 我们就把它 直接以图片的方式 去展示 这些其实都是在loader里面 可以配置的 loader有很多 我会告诉大家 如何去找loader 以及当你遇到问题的时候 怎么去找到loader 去安装配置 其实都会有网站 我们都可以去查到的 这个呢 就是wipike 第三个核心概念 叫做loader 我们再看下一个 叫做插件 刚才我们说过 loader其实用于 转化某些类型的模块 但是我们的插件呢 可以用于执行 范围更广的一些任务 比如说把包的优化 或者说资源的管理 注入环境变量 都是可以通过 同样印 这样一个插件 去实现的 大家看我这个例子 当我们想 需要用到一个插件的时候 比如说 这怎么用到一个叫做 ltm wipike 同样印 首先require的时候 是不是要把它 加载进来 你加载进来之前 首先我们需要通过npm 这样的命令 把它安装进去 安装完成之后呢 其实我们就可以去 使用当前 我们这样一个插件了 这个ltm wipike 在我们一会儿的配置当中 也会使用到 它的作用呢 就是为我们的ltm文件 引入一些外部的资源 比如说一个比较大型的项目 或者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项目 其实项目当中 引入的js文件 是不是可能有很多很多个 然后呢 这每一个js文件呢 可能还有一些 阴暗的关系 也就是说 引入的时候呢 它前后是有一定顺序的 那我想一想 一个完整的项目 可能ltm里面 引入那么多个js文件 难道我们真的手动的 把每个js文件 都一个一个的通过 script标签 把它引入吗 这样的话是很麻烦的 而且如果有阴暗关系的话 你前后顺序引入错的话 也会有问题 其实ltmwipike 它可以自动的 把我们项目当中 这些js文件 自动引入到 我们的rtm当中 大家想一想 这种是不是非常强大 这个呢 一会儿在项目当中 我们也会给大家演示 所以呢 其实这个插件 跑到印 也是能够让我们的 wipike的功能 更加的强大 能进行更多的 一些任务 这是第四个 wipike的核心概念 我们再看第五个 叫做mode 叫做模式 刚才我们说过 其实我们通过wipike的 开发的时候 它是不是有两个环境 一个我们叫做 开发环境 就是我们在写代码的时候 我们的代码 是不是写在 开发环境里面 比如说 我们写es的信息 或者写点 voe的文件 那这些信息 或者这些文件 大家想一想 我们在开发的时候 这个代码 是不是一行一行的 有回车 有缩近 有空格 可能还有注视 这指的是我们的 开发环境 那上产环境呢 当项目 我们要真正打包 上线的时候 那我们的文件 空格啊 回车呀 或者代码的缩近啊 还有用吗 很显然没用 因为这些空格 回车缩近 是不是会让我们 这个代码的体积 或者文件体积 会变大 这样的话 传输会比较慢吗 我们当然希望 在项目上线的时候 传输比较快 用户能够更快的 看到我们项目的效果 所以呢 其实在我们项目 真正上线的时候 我们可以通过WivePack 这个Mode 把它配置成 Production 叫做生产环境 这个时候 我们通过WivePack 打包之后 我们整个代码呢 会进行一些 压缩 合并 或者一些哈欠的缓存 等等 它呢 都可以进行 相应的处理 其实在WivePack里面 有这样一个Mode 这样一个属性 我们可以把它配置为 Divine Applement 或者是Production Divine Applement呢 其实表示就是 当前是一个开发环境 就是我项目还没有上线 我只是开发的时候 那么我就把Mode 配置成Divine Applement 就可以 那如果项目 比如说我现在要打包上线了 我是不是要打包 打包完成以后呢 把打包之后的文件 给我们公司呢 比如说是运维人员 它需要部署在服务器上面 这时候呢 我们就学把Mode 配置成Pack OK 这个呢 一会儿在项目当中 我们也会演示 配置成不同的选项当中 它们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 这个呢 其实是我们要讲的 WivePack核心概念的 第五部分 所以呢 其实WivePack核心概念 一共就这五个 分别是 入口 出口 loader 插件 和这样一个模式 Mode 这五个呢 都是在WivePack里面 我们需要去配置的 接下来的课程呢 我们会给大家讲解 在WivePack里面 如何配置核心概念 并且呢 这五部分 都需要配置在 WivePack.config.js 这样一个文件当中的 接下来呢 我们就给大家讲解 这五部分的核心概念 在WivePack当中 应该如何去配置 接下来呢